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的逝世 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全国上下气氛凝重 生前贡献良多的老布什 赢得各界的尊重 民众纷纷前来致敬 老布什的灵鹫将在5号 由车队运往国家大教堂 灵鹫将在国葬结束后 由一列为他特制的火车 运回故乡休斯顿安葬 领着美国走过国际风云变换的 41任总统老布什 上个星期五因病逝世 享年94岁 老布什领旧3号晚间起 陈放在美国国会的原型大厅 公民众吊咽 这场自2006年后 气氛悲伤凝重 生前立下军事胜利 并为身杖人士争取平权的老布什 受到各界人士尊重 多名士兵 专业人士 和坐着轮椅的哀悼者 星期二冒着寒冷的天气 纷纷来到大教堂 致上最后的敬意 而中央情报局的三位前任和现任局长 也像唯一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 总统老布什哀悼告别 老布什的儿子 也是第43任总统的小布什 在父亲的棺木旁向前来哀悼的大众致谢 虽然哀伤 但他依然和每个人握手拥抱 葬礼上 陪伴老布什人生最后阶段的忠诚伙伴 拉布拉多犬苏利也在现场 今年6月 身患伯金森综合症 再加上摔了一跤的老布什不能自理生活 受过训练 专门负责照顾伤残军人的照顾犬苏利 协助老布什的生活起居 包括开门 接电话和拿东西求助 在棺木前的苏利似乎露出哀伤的表情 静静地趴在地上和大众一同致哀 在华盛顿之后 老布什的官就将在 星西寺送往他的故乡的克萨斯州 举行第二场悼念仪式 让当地的乡亲父老和他道别 而这次 老布什最后一段回乡的路 将有特别为他设计的火车送上一程 火车涂上老布什在总统阵器内 使用的空军一号飞机颜色 车牌写着4141 而棺材将放在设有玻璃窗的车内 让民众能看见老布什 老布什最后将安葬在大学城 布什总统图书馆的家族墓地 和已故妻子巴巴拉合葬